美國動不動就要圍堵中國大陸 但是中美誰到底有底氣呢 剛剛蔡委員說了 美國是怎樣 是中國大陸的怎樣 很大的賣給中國大陸很多的債券 所以中國大陸可是你的債主 所以他很有底氣的 尤其來看到 中國大陸一邊是減持美債 現在來到多少呢 現在已經去年12月的時候 達到8671億的美元 另外一邊他有大買黃金 三個月累計77.14噸 另外黃金在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非常低 來看到在2022年年底的時候 中國大陸外匯儲備是黃金的比例只有3.6% 美國可是79.3% 3.6%的意思就是你大部分很多的儲備 其實是跟美元或歐元等等的其他的幣值 那你人民幣如果要國際化的話 應該也要提高你的黃金的比例 所以中國大陸大買黃金 會不會也有這樣子替人民幣來鋪墊 人民幣國際化呢 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記得在俄歐戰爭之前 我就不斷地曾經談過這個問題 我來跟他解釋一下 現在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貨幣房金有多少 有8000多噸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那你知道第二名是誰嗎 不是中國大陸 第二名是德國 也有將近什麼 4000多噸 然後意大利 法國的貨幣房金的存量都比中國大陸多 那現在就GDP來講 中國大陸是全世界第二的 對啊 美國有將近24兆每一年的GDP 中國大陸有18兆 美國有8000多噸的黃金做黃金儲備 那中國大陸的貨幣房金 6000噸是一個正常的起碼的要求 按照這個 對嘛 6000噸最起碼的一個要求 可是中國大陸在 我在不斷地公開呼籲 不斷地批評講的時候 他們才1000多噸而已 那去年 因為俄烏戰爭 大概把中國大陸嚇到了 所以趕快開始買買買 所以你看到買了很多對不對 現在2000多了 現在2000多 2000多距離6000噸還是很遠好不好 還不及格啊對不對 所以我客氣 批評過大陸人民銀行的行長 說你在幹什麼啊 因為 你最高領導人不一定懂得這些機制 我為什麼說黃金對 對人民幣很重要 我舉個例子 你人民幣要國際化 一定要別人願意拿手上持有你的人民幣 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 今天要持有很多人民幣 那沙烏地阿拉伯會想啊 要買什麼 不是 你人民幣是人民銀行發行的 對 那你人民銀行發行這個人民幣 你後面的發行準備是什麼 對 你的底氣在哪裡 對 準備不外乎三項 第一個黃金 第二個外匯 然後第三個是什麼 政府公債 基本上這三樣而已啊 好 那這個 人民銀行手上有很多的 這個中國的一個政府公債 那中國政府信用很好 不會賴賬 不會像美國說他賴賬 這個很好 可是 他們看到一點啊 你有很龐大的外匯 準備 外匯準備都是美元 而且是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你很少的黃金 那好啦 我持有一億的人民幣 我會就會 阿拉伯國家或者沙烏地阿拉伯 他就會想 這一億人民幣 背後的比例是什麼 一部分 中國政府的 大部分是美元 少部分是黃金 那 竟然是如此多啊 我為什麼拿人民幣 我拿美元就好了 你很內行 所以 你如果錢很少 他大概不會去計較 當你要求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持有很多人民幣的時候 他就會想啊 我不如你拿你美元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一定要把人民幣轉成什麼 金本位 不叫金本位 不叫金本位 你的發行準備就是什麼 就是黃金 那金本位比較複雜 金本位就是說 我有多少黃金 我才可以發行多少人民幣 就人民幣的貨幣供給量 跟這個黃金的比例要一致 那這個倒不需要做到的地步 可是你不能你要一看 打開你的庫存一看 怎麼裡面都 看得到美元 看不到黃金 那我幹嘛 我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是買不起黃金 我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是沒有美元 我幹嘛拿你人民幣呢 所以人民幣的國際信用 就會讓人家怎麼樣 覺得 哎呀 好像還沒那個份量 那美國為什麼 要持有8000噸黃金 動不動在吹牛 我說我是國際上 持有黃金最多的一個國家 他講的不是一般的民間黃金 就貨幣黃金最多的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會覺得 反正到時候我還可以拿 拿黃金去跟美國買貨幣黃金嘛 所以中國大陸 要增加貨幣黃金的儲量 要迅速增加 人家那個誰 人家那個俄羅斯 從2013年開始就不斷的 囤貨幣黃金 但是因為他的GDP規模小 囤到現在也有1000噸 你要這樣想 所以我請這個人民銀行的行長 因為即將有新的行長要接任 一定要快速的 把人民銀行的貨幣黃金存量 提高到6000噸以上 這個叫做歷史性的任務 至於你要賣多少美國政府公債 把它換成美元 再把美元拿去買貨幣黃金 是你的操作的技巧的問題而已 你也不一定要賣美國政府公債很多 你可以拿你現有手上的美元存款 因為現在外匯準備 中國大陸人民銀行 有三兆幾千億的 這個美元的外匯準備 其中只有8000億是什麼 是美國聯邦政府公債 那你除此之外 你還有將近兩兆的 這個美元的外匯存體 你拿那麼多美元幹什麼 沒有必要嘛 那我必須了解 跟大家說明一點 中國大陸這樣剛開始 也沒有什麼錯 為什麼 因為持有美元存款 跟政府公債有收息 但是持有黃金沒有收息 可是你現在不是 是賺來點銀頭小利 你現在已經不是那種 銀頭小利的開發中國家 你是一個很有實力的開發中國家 所以你這個是要把人民幣奠基在 大家來看 我這裡是黃金的對不對 裡面很多黃金在裡面 對啊 有這樣子的一個底氣 要有這樣的底氣 所以大陸最近大買黃金 當然也會觸動了其他國家說 大陸在大買 那我會 我也要來買 所以黃金價格就會慢慢 慢慢從緩步上漲 的確 在去年這個俄烏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黃金突然間暴漲一波 然後很多投機性的黃金賣盤就出來 又掉下來 又掉下來以後 各國黃金進去買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那個時候 開始進去大量買 不要停 再找適當時機 不斷地收購貨幣黃金 就是人民銀行 在最近幾年內要達成的一個目標 不要放棄 那至於這個美國政府公債要賣多少 那就看你美國人的誠意啦 對不對 哎呀 這個就是外交談判籌碼嘛 我也沒有說你要這樣 如果是要我直覺的一個判斷 中國大陸的美元的 政府公債應該壓低到2000億以下 哎呦 那這個是不是大賣 現在還有6000億要賣 大賣 因為美國的政府公債是越來越不穩 所以前段時間已經賠了屁股了 幹嘛還持有那麼多 所以呢 這個我們財經專家蔡博士說 兩大任務 第一個美國的公債降到2000億 然後呢 這個外匯儲備 黃金要來到6000噸 以上 以上 這真的是很大的一個任務 海狂鮑魚干貝XO醬 它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呢 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啊 它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 大家去熬煮 happens 太好 我們在吃了一瓶